帶給大家很多聽覺上面震撼的香菸 今天真的好好地跟大家聊一下 剛剛從大家一部落我們今天會現場 我們那個one take這個俏皮的一面 再換個pause喔 我們也非常的期待 到底待會兒會透露給我們什麼樣子的內容跟資訊呢 臨時宣示的規模演唱會 絕對是可以登上國際舞台的 謝謝美女朋友們喔 你剛才有在場地申請其實是一波山三折對不對 你的申請場地 我們自己喔 其實第一次申請的時候是自己好像看錯日期 送件錯日期 來不及了 後來呢 後來就很仔細的就請我的工作人員 一直盯著小巨蛋的螢幕看 什麼時候開始申請 然後正式申請我們也送 然後也會盯著看 到底什麼時候會有空出來的檔期 所以其實也是花了一些時間 那 小巨蛋是台灣歌手很指標的一個場地 所以其實那一天要搶小巨蛋的人也蠻多的 然後明天大哥好像就覺得 欸 市府是不是有黑箱 那你自己是不是也 其實也就是要小巨蛋很多次 很多年 對這部分我其實不太了解 我就是悶著頭看到有空檔 有空檔我就去申請 有空檔我就去申請 那我那時候的想法就是說 黃天應該不會復苦心人吧 我就是沒有想太多 就是一直申請一直申請 總有一天應該會輪到我吧 我就是這個想法 其實我沒有想太多 那只是說很開心 終於可以把這一切帶回來 當然啦 有真的是有讓大家稍微等了久了一點 其實我心裡面原來的想法應該是 嗯 2014年底到15年那段時間 對 其實是我真正想要回來的選事是那個時候 那就是其實事情就是這麼的 呃 好事多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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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其實還是忠心的希望就是說 台灣 我還是要講 可不可以多一些 好一點的 演出場地 因為什麼 說台語啊 不夠分啊